我是柯仔的導演吳俊翰 柯仔是一部關於傳歌前後一對父子 從梳離到靠近的故事 就是我跟我爸的關係 一直以來其實也很像我現在故事裡面的那種父子關係 然後一般上其實不太會去 聊天或有什麼互動 有一天他就很突然的給我打了一通電話 我就覺得很驚訝當下 然後接起來之後 他的語氣語調那些就跟我以往所認識的爸爸 是有落差的 因為以往他給我的那種感覺就是非常強硬 我就是只能聽他講的 但在那一通電話裡面其實我還是聽他講 不過他的語氣變得很柔 掛了電話之後我就開始 就是對我的父親有一點改觀嗎 就是開始我有一點覺得 好像他不是我所認識的那個父親 是不是我對他了解不夠多 或者認識不夠多 所以我也更敬意不想去認識他 大家喔 都黑漏我們家裡的蚵仔 有海味 還真甜 蚵仔這個形象 他對我來說有一點像是一個男性的象徵 從我爸的那個形象來出發想的話 我爸就是一個外觀很像很堅硬的人 幹嘛啦 但在他打給我那一通電話的時候 就像我剛才講的 他跟我原本理解的形象很不一樣 就是他很柔軟 就像蚵仔其實裡面顆肉是很軟的 可是外面很尖銳 我常常在打工的時候都會被他割散這種 然後我也從這一個意象去開始 創作 那自然就聯想到父子 從男性的角色出發 阿伯樂不錯 嗯 主持人看大聲不是看假的吧 阿伯樂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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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還是回到父子關係吧 父子關係的變化 我會以圍繞他們父子之間 到底關係怎麼從遠到近 然後去安排這個劇情的推進 所以我在寫的時候其實像是 一開始傳詩去動人 其實我想表達就是父子之間那種無力的感覺 他們父子之間是沒有動能的 然後到後面的擱淺 其實也是就是父子之間關係的擱淺這種 都是在對父子之間的關係去做琢磨 你為什麼不控制好方向阿 那是你不對 阿伯樂不錯 你為什麼要做甚麼 我台北要集試啦 爸 你能收回嗎 對我來講開車這件事情 在我跟我爸之間 是一個很深刻的記憶 然後放到故事裡面 他就是交通工具是床 所以就會 我就把它移植到開床這件事情上 那也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終於肯把這個 在故事裡面當然就是把拓交棒給孩子的這種感覺 他有一點開始信任孩子的感覺 他願意給出空間來 看尊頭 大表 尊頭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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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那些 點點滴滴是需要被留意的 然後也可以去發現 這個世界其實它本來就是很平凡的 甚至有一點髒污 但是在這些髒污或者平房裡面 其實都可以去發現它有美好的瞬間 客宅已經在公司家上架了 大家記得鎖定 記得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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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